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接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1月11号 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中国的疫情 看一看又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首先咱们看一下全国的疫情情况 11月10日0到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150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9385例 我们看几个重点地方 北京新增64例本土确诊病例 5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新疆新增确诊病例是30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38例 重庆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14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69例 南文古市本土确诊98例 无症状感染者1113例 广东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46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461例 河南新增本土确诊是124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864例 其中河南省124例确诊和2881例 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是珍州的 那就意味着河南除了珍州 其他地方没有疫情 这个数字大概就是这样的 还有其他的省份都是零星的 有几十例或者一百多例 我们看这重点地区 首先一个全国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加在一起已经突破一万例了 这个有一点确实让人费解 就不太好解释 这个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是什么意思 我理解上就是你在德尔塔时代 或者在新冠肺炎刚开始的时候 你分这个有症状的无症状的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有症状和无症状非常明显 但是现在在奥米克戎时代 大家感染的可能都是奥米克戎嘛 现在奥米克戎变异株都出来了 你再区分无症状和这个本土确诊 这个意义有多大 你还不如直接就报感染者是多少 我认为这个有点僵化 如果无症状不重要 那你就干脆不报 没有影响嘛 没有传染 要么你就给它报成 整个的都是感染者 把本土确诊和无症状加到一起 那北京就是一百多例 广东就是将近三千例 河南也是三千例 整个中国是一万一千例 这里面重点提的就是一个是广州 一个是河南 一个是新疆 还有个内蒙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还是老生常谈 新疆和内蒙都疯了九十天以上了 将近一百天了 现在还有那么多无症状感染者 这没有办法向新疆人交代 也没有办法向内蒙人交代 你足不出户 静默管理 管了三个月 还有这么多无症状 它是怎么出来的 那关于河南 这个两千多例呢 那就更奇怪了 这是给人感觉公然是数据造假呀 有两个蹊跷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 郑州 从前一阵子 富士干那个大逃亡事件 那个时候报的数字才几个 前几天也不多 突然就来一千多 两千多 包揽着传河南省的指标 这个就很异常 你参考一下广州的那个数字 爬坡 人家爬到现在也才两千 就是疫情在郑州的传染 这个速度超过了在广州 这个是不符合这个 奥米克人传播的这个特点的 就显示 在郑州的传播比其他地方要快 昨天还没有呢 今天就突然爆发 而且一下全城铺开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你只能怀疑 它的数据在造假 第二个 整个河南省只有郑州有疫情 124例确诊都在郑州 2881例无症状都在郑州 合着南洋 什么许昌 洛阳 新乡 这些地方都没有疫情 但是据说这些地方又被封控了 南洋封了很长时间了 没有疫情你封他干啥的 怪不得中央要开会要纠正呢 这个我一会儿再讲 所以说你不能不怀疑 河南的数字是公然造假 所以从这个防疫这个数字来看 河南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经济发展现在这个样子 那是有原因的 这个河南 郑州能够不停的散热搜 有资深原因 不能怪别人黑他 我今天在晚上看到一则消息 这个郑州富士康 疫情防控 导致这个富士康的产能 大受影响 直接就影响到苹果的这个出货 那苹果也发了这个声明了 富士康也发了声明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富士康 对郑州 对河南省 甚至对中国的影响 这个富士康啊 他的出口 占郑州的85%以上 占河南省的65%以上 你这个富士康 他全国的富士康加到一起 在中国啊 出口创外汇是排第一的 所以很多人还不明白 富士康受影响之后 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我在前几期节目里面就说过了 这次病毒在郑州啊 这个爆发 直接冲击的就是富士康 直奔要害而去 是精准打击啊 这回受到效果了 富士康那因为疫情防控不力 处理不大 导致富士康的那青年人都已经四散而逃啊 方围墙千里跋涉 走回家 叫八线过海 各险神通啊 采取各种手段 不择手段 离开富士康 逃离富士康 这原因咱们前几期节目也说过了 那现在造成后果就是富士康大受影响 产能呢 急剧下降 昨天啊 财联社记者获悉 河南省部分乡镇已收到协助郑州富士康招工任务 并向管辖村镇分配人数指标 有匿名受访者透露自己所在辖区情况 目前每个村要求一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河南省啊 开始摊派了 要求河南省下面各个村 每个村出一个人到富士康上班 众志成城啊 万众一心 支援富士康 光号召不行啊 号召他们都不动啊 那就指派任务 每个村出一个 这个指标下的你书记头上 秤之书啊 动员 那为什么现在这些人不愿意去富士康上班呢 现在其实找工作很难呢 富士康的待遇虽然说一般啊 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 又是加班费各种费用给的比较多啊 这个时候去上班 赚的比平时多 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呢 说来说去啊 叫反噬啊 就是你宣传出问题了 这些人害怕 一个害怕富士康 一个害怕奥米克戎 归根结底是害怕 郑州市政府啊 乱作为 但是我想啊 有地方政府这么大力的去分配指标 去保障富士康 富士康很快就能恢复产的 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你说这一出闹剧 难道就不值得人深思吗 不值得反思吗 政府的公信力 就是这么被消耗掉的 刚才咱们说了 那个数据 没人相信 那你做的承诺 谁敢相信呢 还是河南啊 这个河南的郑州大学啊 已经封控将近30天了 这个郑州大学 倒有一点好 就是封控期间 学生的伙食是免费的 这个也不错的一个福利啊 但是有人算了一笔账啊 就是郑州大学啊 有8万师生 平均每人每天40块钱 40块钱不算多啊 一天就要300多万 一个月就要一个亿 现在已经封了一个月了 如果再封一个月 再封一个月 封三个月 三个亿没有了 郑州大学啊 是河南省的211大学 唯一的211大学 是河南省的独苗啊 所以它的预算 经费比较足 2021年大概是30亿 你要封校 封三个月 实际上就是 郑州大学的 经费的10% 就被吃掉了 这是郑州大学啊 它是独苗 经费有保障 还承担得起 那些普通大学呢 你比如河南工业大学 还有河南其他的大学 经费本来就不足啊 他们也要供应免费的餐饮 这些大学 钱就不够了 所以只好号召啊 大学的校友 混得不错的 有钱的 捐款 度过难关 大家看图片啊 河南工业大学 在疫情下 快坚持不住了 全校师生近三万 现在被困在学校内 学生一日三餐免费 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学校发动校友会 专款捐物 度过难关 没关系 河南省财政有钱了 他可以搞15分钟 核酸检测圈 5万一个的核酸检测小屋 不是订了很多吗 河南有钱 可以折腾 河南省口号喊得响 所以他现在是为他的口号买单的 苦的是河南的老百姓 关于广州的疫情 咱们也要说一说 广州现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大家现在都在担心啊 广州能不能扛得住 因为广州现在搞的就是 类似于共存 你不能说他叫共存 是类似于 他的竞争防控 尽量不影响其他人 他在话区管理什么高风险 低风险或者你理解着 他就是按这个久不准的这个标准去干的 尽量没有搞层增加码 一刀切 有点类似于上海初期 上海什么2月份 3月份的时候 那个样子 我们看看这个国外的一家分析机构 叫日本的野村证券 他在昨天啊 发了一份报告 说啊 根据目前状况 很难说广州是否会重复上海在今年春季遭遇的经历 如果广州真的做了上海那样的事情 外界将会出现新一轮对中国的悲观看法 他这个指的是走上海的老路 就是刚开始是精准防疫 不封控 到后来实在不行了 搞个封城 全城封了 是这么一条老路 他说广州拥有近两千万人口 是中国最发达的一线城市之一 他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 在商贸 科技 高端制造业 出口 农业等 数多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专家认为 广州如果封城 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可能会超过上海 路透社引用单地一家游戏公司 姓龙的员工的话说 广州居民正在准备封城的到来 数多人都在离开或准备离开这个城市 从目前来看 还没有发现广州要求封城的这种呼声 我说的是群众 我记得在上海三四月份的时候 已经出现很多人要求封城了 我这节目里仿佛说的 那个上海这个专家组织叫吴清的吧 在记者发布会上说 上海不能封 上海封了 影响全世界 大家也知道 他在发布会上说这话 实际上是不想封 那为什么何来又封了呢 你可以说是中央的什么清零政策 实际上 这个群众的呼声 群众的呼声要封城 他来源于哪里啊 就是来源于对奥米克人不了解 害怕 另外一个就是上海的外裔 造成其他兄弟省份 意见非常大 人家没有办法防控了 都是清零政策 所以上海在张文宏 这个影响一下的 咱们不能说张文宏指导的 这种病毒共存 就失败了 你也可以理解成 上海那次叫喘汤 他喘过去了 可能中国就得按上海那个模式来 很可惜啊 喘汤失败 最后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为什么闯关失败 原因我刚才也说了 你说根子 可能是在清零上面 实际上是老百姓 对奥米克人缺乏了解 缺乏一个正确认识 就到现在为止啊 还有很多这个网友 还不是坚持要清零吗 坚持封城吗 但是有很多人 他认为他不是这种 极端的清零派 他认为他讲的也有道理 你把那些有症状的 或者是重症的 或者是感染的 把他找出来 去隔离 这个没有错啊 这种清零有什么错呢 其实他不了解 你这种清零 最终会导致 陈增加码一刀切 尤其是这个清零 给你的乌纱帽挂钩的话 那最终就是陈增加码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正能量大V 黄安最近又遇到麻烦事了 又有新的烦恼 这个新的烦恼 很显然是疫情防控带来的 大家看个图片啊 这是黄安写的 昨晚去酒店见几个朋友 门口保安看我的 北京健康宝治第三天 就说啊 你的健康宝治已经超过三天了 不能进 我说怎么超过三天了 明明显示就是第三天 保安 你看 第零天 第一天 第二天 这才是三天 你的第三天 就是第四天 然后不让我进去 我就回家了 改天再聚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里面反映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北京健康宝啊 他那个第几天 按理来说 这个很好算的 这个小学 好像三年级 觉得学着玩意 但是咱们日常生活中 特别容易混淆 这个健康宝治的设计者 充分的利用人类的这种弱点 抓住了这种弱点 把它发扬关大 最终导致结果就是婚小失听 就是大家谁搞不清楚 什么三天 72小时 24小时 这个健康宝 这个保持期啊 到底怎么算 没有人说得清楚 最后解释权就归那个 执行的人 就谁执行这个 谁来解释 所以保安执行 那就保安解释 保安说你这个过期了 就是过期了 华安很失去啊 保安说你这个过期了吗 他只要老老实回家 从华安发的这个微博来看 他很不满意啊 很沮丧 疫情防控造成了他会见朋友 与朋友聚会种种障碍 他已经不满了 上一次他已经发飙过了 破口大骂 说这个疫情防控是有病 不知道影射谁呢 不知道说谁有病 但是这一次啊 我觉得华安自己有问题 作为正能量 他不遵守北京市的疫情防控 这就是自身的问题 他以为他有特权 作为正能量 应该带头维护 北京的疫情防控政策 带头遵守 怎么这么说呢 就是北京市疫情防控 一而再再而散 每次都不厌其防的要说啊 减少聚会 也不要聚会 他怎么还跑去酒店 找朋友聚会呢 这个就是明显的 没有遵守北京市的防疫政策 所以后面什么第几天 第几天 那纯粹是多余出来的 你就不应该去酒店找朋友啊 所以这个正能量达威啊 平常号召爱护啊 号召什么维护国家政策啊 都是号召别人去遵守啊 到他自己他就不遵守了 因为自己不遵守 这个北京市的防疫政策 他还找出很多理由啊 觉得自己啊 受委屈 所以说到这儿 我再提一句啊 所谓坚持清零 坚持封城 坚持现在这种防疫政策的 他都是因为这个防疫政策 还没有落实到他自己头上 等到一旦落实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他马上跳出来 忍不了了 马上就反 不装了啊 随着这种疫情防控的持续 这种跳反的正能量大V啊 会越来越多 黄安他就没有看下面这幅标语 大家看看 不动就是最好的行动 所以这句话要送给黄安 你看说到标语 咱们再看个标语啊 叫你做核酸 不是要你听我们的话 而是你是我们的宝贝 这个标语可以说直击人心呢 首先一个 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啊 这个标语谁做的 第一人指我们 指的是政府 还是党中央 还是共产党 咱搞不清楚啊 还是疫情防控人员 还是街道社区 不知道 那既然这个我们是谁不知道 那大家是谁的宝贝呢 所以有点乱啊 不过这个标语啊 于这个生命之上 人命之上 好像也有某种 契合的地方 最后我们再看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一位老师 在给自己的学生上课 这个可能是前所未有 闻所未闻的一种 新形式的上课 它既不是线上 它肯定不是线上 但你要说它是线下 好像有点勉强 它不在课堂里上课 是在宿舍里上课 只能让人感觉心酸呢 你这不是折腾老师 折腾学生吗 就这种上课 有什么意义呢 不是说上课没意义啊 就是说这种形式的上课 你把学生 分成这么多宿舍 在宿舍里面上课 奥昧客戎那么狡猾 传播力那么强 你这样说 已经早是开始传播了 这不是偷裤子放屁吗 你还不是通通乖乖 把他们搞到教室里面 去上课 反正是全部封闭嘛 闭环管理嘛 你把他们分成 这四五个宿舍 实际上他们已经在传播了 如果有奥米克戎的话 既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 又增加了老师教学的难度 这个如何体现 叫什么科学防疫啊 精准防疫啊 这个就是让科学坦平 与谎言共存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 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 中央部署进一步优化防疫 20条措施 11月10日召开会议 听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汇报 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 20条措施 好了 这个挺长的啊 这个是央视新闻的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 这个文字版的 仔细找了一下 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 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 我想看看有哪些人参加了 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 他不是常委参加吗 那常委是新的七个常委 那李克强参加不参加 我想看一看 如果李克强参加了 他也不是常委 那他是列席 大家如果有知道的 可以留言一下啊 如果他没参加 那你这个社会开了之后 谁去落实呢 对吧 你执行落实都是国务院啊 所以这个第一个疑问啊 第二个疑问呢 就是我看了半天啊 找这个20条 没找到 在网上也搜了20条 不知道是哪20条 所以没有办法评价啊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他里面提出了三个坚定不移 叫坚定不移 坚持人民之上 生命之上 坚定不移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坚定不移 贯彻动态清零 总方针 因为我也没看到那个20条 这个细化的这个防疫措施 对吧 只看到了这个帽子 但是我感觉啊 这个细化措施 看不看也就那样了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啊 就像那个房地产调控 房地产调控和这个疫情防疫 有某种相似之处 但是你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各有各的问题 但是它没一个共同相似的地方 你看房地产调控 他戴了个帽子叫房住不吵 房子是用来住的 戴了这个大帽子之后 下面进行调控 现在你看央行把房地产给调死了 现在呢 又要暴力救世 一万亿 然后再加钱 这个在房地产节目里面 给大家讲了很多啊 那疫情防控 逻辑差不多吧 就是大帽子是动态清零 外房输入 内房反弹 那下面具体是什么20条 还是9条 9不准 这种细节上的调整 那效果怎么样 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你对比一下房地产 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央行使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把房子给调下去了 现在呢 调死了 现在调上来 疫情防控呢 哪次开会不说 叫什么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守住 还是要稳住啊 结果肯定是不太好 疫情也没防住 经济呢 也没稳住 我倒希望啊 里面有一条啊 他把动态清零 这个内涵给改一下 以前动态清零 是清的是阳性 你这回把动态清零 改成清重症 就不用属于重症 重症都要去抢救 怎么治疗 把这一条一改啊 叫全盘结合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咱们可以理解成啊 这个武汉肺炎初期啊 都是重症 因为大家不了解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啊 所以动态清零 清的就是重症 没错 德尔塔时期 也可以这么理解 勉强理解 因为德尔塔 也很严重啊 到了奥米克风 它已经不严重了 咱们还要清零 那这个清零 指的就是清重症 这样也能体现 生命之上 人命之上 这个清零 你就不能清那个阳性了 更不能清那个 无症状感染者 还有很多携带 奥米克风病毒的 你都查不到 你怎么清呢 这些人清不清啊 你不清 他又变成了阳性患者 就是毒源了 毒源你不清 你怎么清零呢 所以自己把自己 给束缚住了 你就清重症 有病治病 这不就是黄安说的吗 如果看到这一条 或者有类似的内容 那可以认为 这个防疫政策 有重大变化 否则的话 都是换汤不换药 好 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连连评论 谢谢大家